注意看 这个正在哭泣的人 是KPL唯一一个五贯教练 Hero九折 粉丝们都见证了他夺冠的辉煌 却少有人知道 他借50万创立Hero时的艰辛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九折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其实对于我当时来说 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我借了那笔钱 如果这个东西做下去 没有以后的话 那我下半辈子 怎么样去打工还这笔债 当时就是这个念头 经常会在脑海里去想 而且当时那笔钱 在我来说 如果我去打工的话 我可能很难去还起那笔钱 然后后来正好 就是王者农耀职业这一块 就发展得很快 慢慢的有人开始看到这一块了 然后有一些大的俱乐部进来 想收购我们 当时就跟QG那边聊的合作 然后就第一次是 卖了70%股份给QG 那样的话 就是生活各方面 经济上物质上 就宽育起来 卖队这件事的话 确实作为我来说 我只能说我能力有限 就是我作为一个草根 出生很多事情 你根本看不不了 包括现在的俱乐部的 这种主场落地 你必须要有政府的背景 我觉得确实也是无奈之举吧